小姐 朋友挺多啊 老板怎么总是生气啊 干嘛 你去房间里睡吧 我睡沙发 不用我睡沙发就可以 听话睡沙发不舒服 老板您上去睡吧 不用管我 这样的话 我也睡沙发 您这样会不舒服的 我想离你近一点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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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半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睡太好了 闹钟没把我叫醒 是我把你闹钟关了的 再睡一会儿吧 早餐我煮了粥 好了 我催着你 我要上班呐 我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上班 曼玲姐 姜晓年几点了 我昨天给你的资料呢 我整理好内容 发你邮箱了 可能是被吞了吧 帮我去买杯冰拿铁 买咖啡 我现在还没到公司呢 我到了以后再给你买吧 都几点了 你还没来公司 你是不是这份工作 做久了 不想做了 不是的 姜晓年现在在我家 处理事情 处理完了会去公司的 先上班吧 接着睡吧 我哪儿睡得着啊 我现在是提醒你了 但局部位阶呢 喂 喂 我不是说了吗 姜晓宁现在在睡觉 你完全可以点一个外卖 你是 旭哥 你说吧 晓妮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老板家 怎么了 没事 汤正正出来了 他说想做顿饭给你吃 你要去吗 好的 我会去的 那你把具体时间和位置发给我 记得要避开我的上班时间啊 好的 那你先忙吧 好 朋友挺多啊 老板怎么总是生气啊 应该是没有睡好 肝火太旺 那就让我来查一下 吃什么可以降肝火